嗚嗚 嗚嗚 走動囉 今天來到了貢寮區的馬鋼朝鮮帶 以台灣北部來說 自己到這裡 幾乎都是藻礁為主的地形 甚至適合卵絲棲息繁殖的地方 那這次釣油的同時 順便來分享一下 暗泡木蝦最簡易最適合新手入門的經驗 木蝦是專門釣投足類的夾餌 用後面這特殊的鉤子 可以很好勾住投足類的觸手 操作暗泡木蝦有個最適合新手最簡單的公式 我們先拋頭木蝦出去 沈到底部 最常使用的是一般型 3號到3.5號 不被風和水流的影響下 落下速度大約是3到4秒1公尺 判斷木蝦碰到底有幾個方法 最簡單的就是 木蝦丟出去落水後蓋線背 和乾頭回彈或是線鬆掉 就代表木蝦的鉛有撞到底部 並且不再下墜了 接著像我這樣跳2到4下 乘5到8秒 這樣一直重複就可以了 跳的時候是要讓水中的木蝦 有彈起來左右跳的概念 接下來就要等卵絲來爆 操作木蝦有幾個重點是要特別注意的 隨時要收好自線 跳木蝦時才可以鬆一點 跳完後也要收回自線 側風是大敵 要化敵為友就要改變自己的站位 改成順風或逆風 不要執著在同一個地方搜群 多換角度、地點和湧城 木蝦離你越遠 跳得要越用力 反之木蝦離你越近 木蝦跳的力道可以小一點 跳的次數沒有一定 一般來說大概是1到5下 但跳越多次 下層回同湧城的時間要多給一點 跳的手勢 超乾的手勢沒有一定 只要可以讓木蝦跳起來都是正確的 捲線器千萬不要調太鬆 跳木蝦的時候有一點點出現聲的程度就可以了 但泡木蝦裝備很簡單 軟絲乾 2500型到3000型的前線杯全線器 母線用0.6號到0.8號的PE線 前導用1.5號到2號的探線線 以軟絲為目標 最適合入門的季節就是夏末到秋天 這期間的數量較多 場地要在藻礁地形或是港口 軟絲自己的遊動能力不是很好 幾乎都是靠海流移動的 所以就可以利用地形和海流的交互影響 去判斷軟絲有可能會出現的地方 這下次另外做一集專門來說明 初學者靠潮溪來判斷是最簡單的 漲潮是軟絲隨著潮水 漂流靠岸的機率較大的時候 可以在滿潮的前兩個小時開始掉 並且在黃昏和母光這種光線變化的時段 鎖石比較積極 到了夜晚警戒心會比較低 所以黃昏到晚上這段時間掉軟絲 是最好雕貨的 那軟絲的食量非常大 成長速度也非常快 單個月就可以成長到30公分大 一年內就可以完成出生交配殘暖到死亡 不曬絲 不曬絲 耶 建議吸回尺寸是20公分以上 OK 唉唷 洗一下 Dive 好了 我要稍微遞一下它了 用這個 然後把它這邊 那我們 桌下去 這邊 桌下去 OK 這樣變白了就是代表OK啦 泡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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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卵絲 季節來說的話 夏天體型小但數量多 新手可以從夏天開始練習 中秋節過後到冬天以前是 吊卵絲的主要季節 冬天之後的體型也不錯 冬天之後的體型也不錯 但冬天因為東北季風的影響 風大難操控 加上浪大危險 所以我基本放棄冬天釣暗包木蝦 再來到了春天 雖然數量不多 但有機會釣貨巨型軟收 我的中囉 這隻也太小 要撞一隻了 這隻太小了啦 太小了 太小了趕快放走 釣卵絲是入門簡單 但精通很難的釣法 要能夠理解地形和海流的交互影響 還要很會操作木蝦和敏銳的手感 還要知道卵絲有可能會出沒的位置 做重點搜尋 都是要靠很多經驗累積才有辦法的 現在有一大群夜間潛水客 都游到我的腳下了 那我就不繼續釣了 希望今天這集對想入門 和泡沫下的各位有幫助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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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